然后现在的话如果打身体的话 这里吸压要拧到最大 可以看到这里拧开了 然后前面的话一个按部头是0.3毫升 所以的话这里刻度是30 我们已经拧到30了 然后的话现在怎么打 第一枪的话你不用拧的调节好了 第一个的话可以直接操作 然后打完之后你再拧 比如说你要做0.05的剂量 你就往回拧 大概两圈半 拧完再打 两圈半 拧完再打 两圈半 你看这里每一个它都会 打了之后它就会往前走 打了之后就会往前走 打面部的话这里吸压就要调小 就要往外领调小 打面部因为这气压比较大 打身体 这已经就从这么多变成这么多了 这个调节气压的 好了可以了 打电纹 打电愣 打电愣 打电愣